姜丹尼尔解约 要说OneName的发展势头那么强 自从解散之后 各个公司都抓紧时间 一定要让大家赶紧赚钱 可是奇怪的是 姜丹尼尔的消息一直都没有 甚至明明说了 可能会在4月初到同时展开亚洲巡演 结果公司方面却没有任何官方行程的公开 也只能从偶尔的直播里 听听欧巴的计划 可是最近这段时间 他的消息却越来越少 直到昨天出了个爆炸新闻 姜丹尼尔近期向线所属社Element 方面发送了解除专属合约内容证明 姜丹尼尔还发了一条 要和公司死磕到底的声明 其中就说到了公司 不肯将SNS交还给自己 所以他决定开一个INS 公司连SNS都要霸债 看来关系真的到了不能调和的地步 而姜丹尼尔新开的INS 因为太过火热 已经把服务器搞限流了 说到为啥要解约 其实就很简单啊 要么是钱没算明白 要么是心情搞得不好 反正像姜丹尼尔这样的爱斗 只要扛过解约费 之后多好说的 李洞旭是国民制作人 有一点点尴尬 Produce X101第四季的国民制作人代表 居然是男演员李洞旭 为啥要用居然呢 因为这次选的是男子组合 照理说会是个女MC的 这次安排李洞旭 实在是出乎意料 不过现在他的戏正在热播 国民度有保障 自然会有好的收视率 李真贤结婚 今天李真贤通过社交网站上发文宣布 将于4月7日举行婚礼 并透露未婚夫 是一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圈外人士 而随后媒体就翻出 他的未婚夫 是一位36岁的整容医生 两个人已经交往了一年 而且这位比李真贤 小三岁的年夏男非常体贴 所以李真贤 这是要嫁给爱琴的节奏 李真贤的亲笔信里 也藏着对这位爱人的 无限感激和欣赏 说他给了自己勇气和希望 要说李真贤 真的是在唱歌和演戏方面 都非常有成绩的女艺人 如今能够密得良人 真的是恭喜恭喜 克什涉毒被判刑 4日上午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第35刑事部开庭审理了 克什违反毒品类 管理相关法律的嫌疑 检方要求对克什判处5年有期徒刑 以及追缴80 7.5万韩元的罚款 克什的律师表示 被告人从16岁开始作曲 此后一直以说唱组合 Stone Eyes Kunk成员的身份活动 在娱乐圈打拼数年 小小年纪就进入娱乐圈 20岁时就独自活动 在此过程中 经受了极度的不安和压力 他患有慢性 恐慌障碍和忧郁症 并通过治疗 努力克服疾病 但忧郁症日益加重 失眠也导致无法入睡 2017年11月 被告人没能抵挡住 熟人的诱惑 犯下了罪行 被告人没能抵挡住说 毒品对抑郁症和失眠 有好处的诱惑 对此深感后悔 律师还特别强调 在被告人曾因很多痛苦 被送往医院急诊室 甚至企图自杀 并接受精神治疗 这种辩护听听就好 那句话怎么说的 没有时间 听犯罪的人讲故事 明明知道 是罪还要做 之后的悔恨 也不过是因为自己 不能侥幸逃脱而已 法庭将在3月18日 进行宣判 才能顶着 自杀 感谢观看